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五的IM會客室 我是主持Dennis,今天很開心又說華哥上來 隔一星期大家會看到華哥 為什麼你學了江頭神探,不叫我做華哥,叫我做華哥? 華哥,因為讀上來好像順口那些 通常那些是劇佬官來的,你不是暗示我 華哥! 不是暗示我,我是財經演員 不是,我不敢這麼說 好,爛鏡搞夠 爛鏡搞夠 今天的題目其實都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現在都比較關注 就是下星期的議式會議 會不會對大事很大影響 在說之前就先報一報恆子表演 其實這個星期都在Wing處走 今天就跌了178點 今天就報25,377點 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都是26,000到25,000之間游走 繼續說回剛剛所說的外圍因素 其實現在市場都預期每月會減債 你是不是都覺得其實都沒有什麼驚喜 應該都會開始減了 其實美聯儲的所謂預期管理是做得不錯的 其實這次他不宣布減買債 即所謂收水 反而大家會很驚奇 是 所以來說,現在大家會害怕 他會不會突然說過提前加息 出來就比較重要 或者有時候如果你有記者招待會 在傳媒迫問之下 說了很多 如果通脹 由2%去到斷月計 到5% 你會不會加息 之後鮑威爾 作為一個所謂公職人員 其實都是半個公務員 說 永遠不會 你就會死定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處理局也有機會輕微加息 然後傳媒就收拾後面的字 就沒有前面的if 但是寫標題 當然 如果有這樣的據 被人招待出來 那可能大市就沒有了 但如果就這樣宣布 明年什麼時候開始減買債 或者甚至乎12月1日開始減買債 反而沒有什麼 我覺得又不是很大件事 是 市場最害怕 就是有些 接下來有些加息的情況 但其實就 其實看到最近的市場 都不是說 看到一些 譬如科技股有一個大跌 或者一些債息 會不會大升 又不見 就是看到譬如十年期債息 都 回到1.6 回到1.6 看到1.6之後 其實都回到1.5 其實都反映 巴威爾說錯話 或者聯儲局 會不會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沒有人猜到 但是似乎市場 是不是都覺得 現在的情況都仍然是受控呢 尤其是通脹好像升溫的時候 我想市場有很多人很流暖 尤其是美股 自己和自己說很多話 不用怕 我們這些做過童軍 或者喜歡黑夜遠足的人 這個叫做夜行者 吹口哨 又要挑選7月14日走去行夜山 然後看到幾個影 你看到嗎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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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吹口哨 看不到鬼 看不到黑影 這個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有一個比較實在 有一個客觀的原因 就是拜登雖然他們這任的民主黨政府 在這個House of Common 或者大家叫做Conquest 就是眾議院那裏 是佔大多數 但是在這個參議院那裏 其實他就是 有些大法案是要絕對大多數的 那需要共和黨的議員 Approve 不要說黨內大家有些派系透徵 或者為了自己選區 選民的利益 的不同意見 拜登最初說 他是3.5萬億的這個budget 現在最新put 應該下個星期四要投票 House of 即是Conquest那裏 就是1.75萬億 是 少了一半 那你對短期的通脹升溫的作用 就低了很多 是 所以你其實 華爾街始終是聰明的 他就覺得可以炒多一陣 所以債息就落1.6厘以下 因為拜登高開大喊叫高價 浪高尼曼 但是就被這個議院那裏 就落地還錢 3.5變1.75 差很遠 而且都不一定過 過完還要實施 所以短期之內 是令通脹升溫的速度和誘因 就低了很多 是 因為其實見到過去 雖然都一直在說通脹問題 又或者加息有個預期在 但譬如你看美股 你納子和道指才算 其實納子都仍然是 跑贏過道指 未來 會不會其實大家都要小心